大家好,欢迎收听民间故事,听有鬼事,火化 在我的老家,经常会有一些灵异事件 就比如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在2015年的时候,我都四年级 那段时间是让我最难忘的 我叔叔家隔壁的一个老奶奶去世了 老奶奶有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 而他老伴那天,老嫂就去种菜了 那天老奶奶就想把衣服拿出来洗 可没想到,滑到水里淹死了 一般这段时间,村里人小的都上学去了 大人们都种地去了 没人能发现老奶奶 但他老伴回来没见到老奶奶的时候 就四处寻找 最后在自家500米左右的池塘边 发现了衣服 然后就叫了村里人一起打捞 一直到了晚上十点左右 才捞到了尸体 最后他的两个儿子也都赶了回来 那时候因为礼拜天要休息 我在星期五下午的时候 就被爷爷接回去了 我们那里有一个习俗 就是要放尸体在家 祭拜三天三夜 这三天三夜 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星期五晚上 很热闹 因为要守夜 大人们打牌的打牌 打麻将的打麻将 而我就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玩 但不敢走远 到晚上的时候 我就去我叔叔家睡了 晚上大概在十一点多 我一直听到有人敲门叫我叔叔 他去开门 外面也没有人 一次两次 外面一直都没有人 就这样一晚上我都睡不着 到了星期六的时候 我一大早就去跟爷爷说 昨晚上的事 爷爷可能怕我害怕 就跟我说是风吹的 可是 那明明不是风吹的 一定是有人在敲门 后来 我才偷偷听见我爷爷跟我叔叔说 老奶奶死后这几天 还会在我们的身边 晚上会回来串门 不理会就好了 我当时听到就吓得晚上 一直用被子把头盖起来 然后这天晚上 还真的一点事也没有 而到了星期天 我就听见他们又说 听见房间里有那个老奶奶在自言自语 一直一个钟头左右 声音才没了 到了下葬那天 好事隆重 算好时间是在下午五点准时下葬 坟的位置周围都是山 太阳根本晒不到 风吹过来都凉嗖嗖的 就在下葬的那天晚上 下雨了 第二天呢 还要去祭拜 大人们也很忧愁 下雨就不好弄了 可是第二天呢 太阳就出来了 可到了坟上 坟的右侧上面 从石缝里流出了雪 石头上都是干掉的雪地 然后那个老先生就说 这个地方太阴 而且昨晚上刚刚凑桥下了雨 现在一坟都没有用了 要火化 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 开始呢 一家人都不同意这个方法 还是坚决土荡 可是后面的事 越来越离奇 起先是有人晚上会听见池塘边上 一直有人洗衣服的声音 用木头抽打衣服 然后越传越邪乎 之后就有好几头牛喝水的时候 都死在了那个池塘 之后就再也没人敢去 那个池塘边了 老先生就说了 淹死的魂就附在了那条池塘里 早就跟你们说过要火化 不听 现在知道了吧 最后村子里的乡亲们 都劝火化掉才能安心 在大家的劝说下 老奶奶的家人就同意了 火化之后 还真的什么事也没有了 但那条池塘 村里人还是不敢去接触 到了现在 还是没人敢去那条池塘 感谢小龙分享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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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收听